嗨,我愛里 今天帶大家來玩雜謊的新景點 真居內安野陵園 陵園就是對自己是個墓園 但是這邊超酷的 這個陵園有安藤宗雄設計的大頭佛 復活島的摩愛像 給英國的巨石鎮 大頭佛的入口處 它是沒有收門票 但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投300塊的協力金 這個協力金就是維護這個環境的 雖然沒有牆子 有看到的話就還是支持一下 狗片的兩邊像神社一樣 親近一下自己的地方 真的好冰喔 好,然後我們把自己 親近過之後 我們就可以近距離的去看大頭佛了 這個陵園是一個雜謊 蠻有歷史的陵園 可是他請了設計師安藤宗雄 來對這個大頭佛做新的設計 然後從此這邊就變成一個很有名的景點 進來入口處 會有這一個水上庭院 它是一個區分日常與非日常的結界 就是你進來的時候 你是不能直接走到裡面的大頭佛去的 一定是要繞過這一個水上庭院 它象徵就是一個讓自己的心靈 可以變得安靜變得沉靜的一個結界 台灣是拿香還要拌的 他們沒有在拿香再拌 他們就是線香點好之後就插上去 直接減速掉下去 直接減速掉下去 然後從裡面看的話 天空的這一個 就會很像是佛頭上的聖光 給人家一種很莊嚴的感覺 這邊就跟神社一樣 你可以把自己的願望寫在這個會碼上 或者是你可以抽一千 然後加木表都在旁邊 然後另外一邊呢 這邊有這個 信息線燈 一次是五百元 然後就可以拿一張紙 然後把你想要寫給佛佛的話 寫下來 然後跟蠟燭 然後像這樣子 把你的願望寫在紙上 然後裡面燃燒的蠟燭 透過蠟燭的光啊 把你的希望傳遞給神佛 它這個周圍啊 這個全部都是薰衣草 所以這邊也是 七月的時候來北海道 然後看薰衣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它這邊總共有十五萬株的薰衣草 所以很像是那個大佛 就在薰衣草裡面生活一樣 雖然是個墓園 但是真的蠻推薦大家來走一走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夏天 七月的第一個禮拜 到第三個禮拜 來薰衣草盛開的時候 從網上看照片真的很漂亮 遠遠看到那個大佛的頭啊 它冬天的時候 上面會蓋著白雪 所以四季來都可以有不一樣的樣貌 夏天來的時候有薰衣草 然後現在的話 兩旁的山啊 都有紅葉 秋天的時候 秋天的時候 你就看到 雪中的大佛 跟雪中的摩愛 園區裡面總共有大大小小 三十個左右的摩愛像 摩愛啊旁邊 都還有一尊小小的地藏觀音 所以又被叫做地藏觀音摩愛像 超可愛 戴口罩的摩愛 可是我上網查了很久啊 我其實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墓園裡面要有摩愛像 但是摩愛像在 在復活島的傳說本來就是推斷說 他們是用來祭祀祖先 緬懷先祖的一個象徵 所以也是有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墓園裡面 放摩愛像 巴巴 巴 巴 他每一尊摩愛的旁邊 都有一位地藏觀音 這個好像西藏的那個 轉山的那個 說真的 如果沒有特別講 應該完全看不出來 這邊是一座墓園吧 今天來也看到很多人 像是來 來慢跑運動啊 或是帶狗狗來遛狗啊 有很多情侶來約會 其實真的是一個蠻有趣 然後很舒服的一個景點 這是北海道裡面的冰淇淋嗎? 不曉得 來這邊可以朝這邊限定的薰衣草的口味 芝麻花衣這個是香日葵 玫瑰口味 櫻花口味 抹茶口味 喔這裡還可以買得到薰衣草精油耶 可能這邊外面種很多吧 然後還有這個 摩愛 好可愛喔 好害羞的摩愛喔 這個是薰衣草口味 芝麻花衣是香日葵 這個是香日葵口味的 抹茶像瓜子口味 有可能 搞不好像瓜子口味 它的薰衣草口味啊 還有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 但是不會像北海道有些薰衣草農場的那個 精油感那麼重 它的味道是剛剛好 香日葵口味 真的是 瓜子 看到嗎? 裡面有一粒一粒 然後它吃起來就是堅果香味 這個冰淇淋啊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名字 它就是手工冰淇淋 所以大家來可以嘗試一下 好好吃喔我覺得 瓜子口味 最後一個在這個陵園有名的景點就是 我背後這一個 它把英國的巨石鎮搬來了 但我就是找不到理由給它了 剛剛說摩愛還可以是緬懷先祖 為什麼要有巨石鎮呢? 不知道大家就自己想像故事吧 巨石鎮底下是木位 所以不能走進巨石鎮裡 只能在周圍參觀喔 如果這支影片有給你規劃 下次北海道旅行的靈感 請各位個喜歡 訂閱收藏旅遊資訊 記得要開小鈴鐺 下一支影片讓我們 在一起去北海道更多地方玩 看來不是只有我們這種 外國觀光客來玩 情侶也是會來約會的呢 會來墓人約會呢 應該是來見這海枯實案的愛情吧